又是一个雪厚的冬夜 怎么天气越冷,胃口就越大开呢? 嘴馋的时候,我总是来他家戳一顿 不含小鱼稿 我可是老顾客了 还在他家办了会员卡 凡是会员点餐,每餐都有赠送餐 这个散台大厅特别特别特别的吵 每次来都超超巴火的 如果你能忍受这里喧闹的环境 其实不论是菜味还是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这就是店里给会员赠送的海鲜菜 粉丝蒜蓉,蒸扇贝 别看是赠送的,这也是正餐的量啊 这道菜有点像小酥肉 炸的是很酥香啊 再蘸点干料,味道有点像外面的榨串 扇贝肉个头挺大,而且味道特别的鲜美 他家主打就是海鲜 而且好吃不贵,量大还实惠 所以天天人气爆棚 扇贝肉很肥厚,吃起来是相当过瘾了 粉丝在汤汁里搅拌一下 就着蒜蓉的鲜汁 味道也是不输扇贝肉啊 肉丝拌苦具,也是我特别喜欢吃的一道清爽凉拌菜 苦具轻盈,肉丝滑嫩,非常的爽口 再配上酥脆的花生和皮蛋 那味道真是锦上添花呀 腊炒鲜子也是每次必点的 鲜子处理的特别干净,一点也不牙衬 口味鲜甜辣,特别能促进食欲 我有的时候到他家点菜就特别容易花帽了 因为菜品太丰富了,而且价位也不贵 他家生意确实挺好的 店面都装修好几回了 如果需要包房的话,还得提前预定 一楼散台那是基本全满 海鲜价位也算合理 还没发生过缺筋短两的 还有一盘红烧带鱼上桌的 做的是家常口味的 软嫩鲜美又多汁 鱼肉挺鲜的,没有腥味 五道菜,有鱼有肉,有菜有海鲜 真是各有各的味道太享受了 还有我的主食饺子呢 虾三鲜馅的,也是我爱吃的 热气腾腾的大馅水饺来垫底 很完美 饺子馅味可是真不错 一口一个大虾仁 馅量真是又大又实惠 唯一有一点改进的是 他家的酱油太咸了 我后来都不蘸了 我面试一会儿 我面试一会儿 我面试 monsieur